在国内疫情严峻的这个时刻 还是有少部分的人不甩禁令 在14号端午节当天晚上 吉安乡有10位民众 在公共空间群聚烤肉 遭到附近的邻居检举 恐怕得吃上60万元的拔环 你们这样几个人 都先过来都先过来 防疫非常时期 全国三级警戒 但还是有少数人不甩禁令 那防疫期间你们知道吗 14号晚间 警方接获民众检举指出 在吉安乡名义二街附近 有民宿出现群聚 线上巡逻远警到场发现 共有四女六男等食人 正在公共空间烤肉沁生 明显违反三级警戒相关规定 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的规定 违反群聚的管制措施 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罚款 呼吁民众切勿轻视 以免荷包大失险 目前在花莲县的确诊案例 多半都是染疫者返乡后 造成家庭群聚感染 因此县长徐政卫 也特别呼吁乡亲 务必落实防疫 要拜托大家做好 做好家庭的自我防疫 不共餐以及不群聚 那另外呢 在我们的采除的部分 在昨天又开出了两二十个 那现在花莲县警局 在各社区 在各部落 以及我们很容易 常常有聚会的地点 都会加强 加强 而且会严格执法 所以请各乡镇公所 各村里林长 多下宣导 拜托大家不要群聚 依照传染病防治法 一人最低六万元的罚则来看 这十个人 至少会被开罚六十万元 警方也再次呼吁乡亲 在防疫解除之前 最好还是乖乖待在家里 减少活动 以免丢了荷包又伤身 记者许立琴 吉安相报导